我们都知道 英国君主的嘉免大典 都是在西敏寺举行 但是最初的嘉免仪式 其实并不在那边 而是在另外一个世界遗展 是巴斯修道院 问题来了 为什么嘉免大典 会选在修道院举行呢 请问一下陈教授 就是其实英国 他最早记录的 就是真正的国王的嘉免 其实是在973年的时候 有一个叫Edgar国王 他的一个嘉免 然后当时候是有 坎特伯利大主教 Dustin来给他嘉免的 最主要为什么会在 巴斯修道院的原因 是因为当时候 西敏寺修道院还没有盖起来 因为西敏寺修道院 是11世纪 忏悔者爱德华 或叫正道者爱德华国王 他开始修建的 所以在这之前 他在巴斯 可是其实还有在更早以前 他们可能会在Winchester 就是有这种高游 所以也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最早最早的 就是在巴斯修道院 那巴斯修道院这边 有哪些看点呢 林老师 巴斯这个修道院 从它的地面来讲 巴斯就是淋浴沐浴西澡 因为实际上 确实是罗马人带来的 公元一世纪的时候 43年的时候 他罗马人跨过英籍的海峡 就来到这里了 整个这种沐浴的文化 泡温泉的文化 到公元五世纪 西元476年 西洛马帝国灭亡之后 就整个就开始衰败 一直到伊丽莎白女王上来 那个年代又开始 所谓的疗养文化 又开始复兴了 那现在的看点呢 我个人非常喜欢 巴斯这个地方 因为它就在我们现在 去巨石镇 Stonehenge 附近不远的地方 巨石镇嘛 英国拿来做 这个观光旅游的景点 那到了巴斯之后呢 一般除了去泡温泉之外 旁边也有刚刚 陈娇教授讲的 就是修道院 实际上还有它 特殊的建筑 Crescent 皇家的湾月楼 或者叫新月楼 200年来维持同样的建筑 都没有任何的变动 它前面是一个 很大片的草坪 居民小孩 都可以在上面玩耍 它有个桥 这个桥的名称叫 Protonin桥 Protonin桥 它是一个拱形的桥梁 但这个桥 它建造时间比较晚 在18世纪建造 它是去模仿了 我们现在文艺复兴的首都 佛仁斯 佛仁斯有个老桥 还有去参考了 威尼斯大运河上面 那个老桥 对 那个圆拱桥 你看到那个运河上面 有那种大型的运河上面的船 在那地方比赛 所以英国就把这两个概念 Copy过来放在巴士上面 所以当我们到巴士区的时候 它那个地方是叫雅方河 雅方河 它还有做那种河阶梯 所以连在旁边散步步行 你会觉得非常舒服的一个小镇 今天非常谢谢两位老师 告诉我们这么多 加冕大典背后 原来有这么丰富的故事 那么所以我们在看加冕大典的时候 真的不要只看表面的热闹 对不对 很深的一些文化意涵 历史故事 让我们好好来品味 今天非常谢谢您的加入 我是转开文 我在替关点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 再见咯 拜拜 谢谢 谢谢两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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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